大家好,我是象棋沈小帅 咱们来看一下郑宇航对战旅行的约战 下了113步 那么这排棋应该说杀得很惊险 可以说一搏三折 开局是走了一路飞向 转横距对屏风马霸王距的棋 那么他要对子 这边的话是想正常上马 对方不让 红方找机会要从边线杀出 黑方仍然是补向 因为他炮打着你的马 你还顾不上 所以红方就上这个河口马 欺负黑方没骑走 黑方进三组也是对手 稳扎稳扎 红方冲三兵开始发难 黑方就引他过去 到这的话双方展开了决战 红方从边线强行突破 只要你拱掉 下一步一对局就杀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可能就要把局对掉 然后再把这个兵拱掉 好 他选择平开了 意思是继续纠缠 这些走的也执着了 那红方掌局就要把这个阻止掉 他不想纠缠 黑方 金炮看住 好奇 让他向不让他吃 这儿冲中兵隔断 这个奇妙呀 硬要杀过来 吃 黑方到这儿已经没有办法了 先回马守住 强行的不给他出局 找机会炮把这兵打掉 或者锯出来吃炮 那么这里上马 你吃炮的炮可以打回来 将来你踩他一踩 你吃他一杀 就对掉了 所以他这儿的话 对黑方来讲 他可能不太愿意 他就吃马 让你踩 这里不敢踩 是担心这个奇 可能有一个 底线穿江打江 这个抽子的先手 将来你马上退伍之后呀 人家可能退局就抓马了 这子还得再回来 走不好看他有狮子之位 所以他退了一步 黑方则是打掉 这边吃 那就上 按常理是应该踩中兵的 他没有踩 而是跳过来 这个奇是什么意思呢 那正常 红方应该就把足踩了 吃 那这样的话 黑方过来吃双 他意思是想得子 这个奇弃个足 就想吃一个大子 红方自然不肯 过来吃他的马 黑方打的中兵 仍然是对杀 这些走的凶狠 红方以退为进 踩炮好奇 看出底线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主动 黑方来一招反踩鞠 那正常要拼命了 看样子 鞠到底线 到这激烈起来了 现在这个奇 他底线抽着你 但是黑方距压制炮 问题倒也不大 他先把中炮退一步 准备随时下底炮 形成天地炮支持 黑方这边的攻势 非常凶猛 红方顾不上去打那个 是 他选择金炮打马 那对黑方来讲的话 他就下底线 随时一将 然后顺手就把那个炮给吃掉 这样的话 可能是一个交换 到这儿 红方不肯 出来准备硬杀他 对黑方来讲 他选择的是甩炮 这招式的意思就是 重炮一将点杀 红方退回挡住不拉 那对黑方来讲 这时候需要走的就是 居七平六 看住马 你要打掉 我就杀你一将 将在这边的话 随时把你马吃掉 你顶多吃我一个炮 双方在动 有点将 有点冒失 导致的话 这个棋局面失控 到这儿你按不住 锯炮了 然后应该随时可以抽你 他可以吃 这时候对红方来讲 应该炮三推六 把这炮退到兵线的位置 然后再把马打掉 将来中间一闪将 有一个底线 天地炮 闷弓的棋 他退到河口以后 走掉 结果被人家向了一下 这部棋成为了先手 虽然他下中炮 还是想从底线发难 结果人家补个试 你现在这个炮下不去 这就尴尬了 等于说是 让对方抢了一部先手 不然的话 这棋拿下了 将军 打吧 出去了 然后的话上马 这样的话 他想先出黑方 认为对方杀不到他 将军 然后这个棋 女棋也是退回 把红方鞠给按住 所以你想赢 他也不好赢 上马以后 这边是退了一将 将军 点将 将军 到这上马踩炮了 将军 他这一将 他上来踩着炮 吃着炮 怎么办 吃 他也踩黑方的炮 正常应该来说是踩掉 但是呢 踩炮的时候 他有一个炮三推一将 再把你吃掉 还是个换起 所以没有便宜 那正常队的话 其实 应该说也可以 因为队完之后 黑方多一个组 江军 他将了几句 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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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他不愿意 想来一步上马杀棋 这个棋走的确实高 就是他马上去杀你 你怎么办 你去吃这个炮去 顾不上呀 挑一将 具有劲 点一将 G8瓶绝杀呀 双炮看住 这部棋走的好 到这儿给解围了 那旅行这部棋 没有吃炮 现在吃他的炮 怎么办呢 江军 将军之后呀 江军 最终是要炮长起来 那红方这个子就空间大了 他这儿退了一步 这是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退一将 杀士一将吃马呢 那正常 不应该给他踩掉吗 吃掉了 江军 他棋一个子杀出重围 到这儿打绝 这部棋走的是要换子吗 那这里就平开 杀你 挡住 这边一将 那这儿的话 如果去踩对方这个炮 点将的话可以捕事 那边的话 还是要丢 所以 江军 看他是踩马踩炮 到这儿 江军 把炮 让对方进位这场 点将 到这儿之后呢 应该来说 一炮八平六比较好 当然他这个其实有道理 最终呢 想这个对局 人家不让 才能炮了 点将之后 甩到边际去了 一根 这时候应该走的就是炮九平六一将 这一将的好处在于呢 将来可以推炮重炮 比方说这个炮一将 你马一走 他居在一将 炮往回一退 退到兵线就行了 等你吃后炮 就炮退底线去了 所以将来这个居双炮呀 发力非常厉害 配合这个中族 四个子应该有机会 他这儿的话 没有走 江军 江军 他走的是退 回去了 结果这个时候 人家吃炮 他就躲 回马又蹬 他在退 拉住了 这样的话 黑方虽然说是 多子占优 但是却无法施战 想杀对方 就出来了 下不及就说 上马踩你 那你一将 一刹是犯规的呀 他就退 这边一等 他就 勉强保住 退回之后 虽然说黑方多子 但是他这个时候 缺失相 到这儿的话 可是四面 跟楚歌呀 红方则是呢 下起来 比较得心 江军 江军 有这个边兵 配合呀 对方有可能 出棋 然后的话 这个棋 到这儿 他是把这个兵 跟住 这部棋 他要吃重足 吃双炮 落实抵挡 这个小兵 就禁铲脱鞘了 然后呢 这个棋 过来跟住 到这儿的话 其实红方 马三进四呀 有一个平兵 将抽居的棋 黑方因为时间紧张 连出落招 到这儿 红方走的不飞 像应该说 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呢 毕竟这个棋 鞠马兵到位了 下背充兵无解了 所以呢 对黑方来讲 这个棋 还是要输棋 那么他就认了 最好奇就是 鞠斯特尔 回去对鞠 人家把租一吃 吃你个炮 将来鞠马兵 杀你鞠炮 也是时间问题了 到这儿 那郑宇航 来了今天反杀